我們現在在京都的鴨船 牛來了 玉米焼的一些小菜 我們開箱的是京都的四季酒店 卧室的床 對不是我差點是美食早餐 鴨船的這條小巷子 要出發去京都啦 我們到京都啦 我們現在在京都的鴨船 然後他們鴨船旁邊的那個餐廳 都會有那種市戶外的桌椅 那我們現在在一間燒肉店 然後剛剛點了一些燒肉 等一下就會送上來 我們兩個都超餓 剛剛在飯店的時候 因為他們的溫泉直到八點 所以我們就想說先泡完溫泉之後 再出來吃晚餐 可以看一下旁邊那邊 鴨船超多人的 都坐在那邊 都坐在那邊 其實已經很晚了 啊我們的牛來了 然後這是牛油塊 WOW 哇 很美味 好美味 這是牛油塊 嗯 很美味 那是牛油塊 煮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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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點的壽喜燒的肉來了 然後他這個SUKIYAKI的肉 還有配一個生蛋跟超可愛的一口白飯 然後裝這樣子一片就要1980 他穿著這條小巷子很漂亮 大家早我們現在在吃早餐 然後他這邊早餐的地方我還蠻喜歡的 我們現在剛好被安排在外面的位置 我覺得很漂亮 然後外面就是面對他們的一個庭園 一個花園 這是我們的位置 剛剛啊他說這個上面都會有寫說就是消毒過的 但是剛剛他的打開之後還是超髒的 他這個後面就是一大片落地窗 我們感覺秋天來的時候 這邊應該會是楓葉 等一下去看一下是不是楓葉樹 我們的早餐來了超豐盛的 差點是美式早餐 還有麵包 兩顆荷包蛋 蛋是可以自己選的 還有Hash Brown 跟Vegan 然後這是Fruits 然後我的是日式的 有一碗飯有魚 還有Tamago Yaki 跟一些小菜 然後還有味噌湯 外面的座位是長這樣子的 很漂亮欸 然後那邊就可以直接通他們的竹林嗎 還是森林 哇哦 前面還有一個小庭園 等一下走過去看一下 我們的房間剛在那邊 Hello competition 我們來到他們的Tea house 覺得還滿漂亮的 不過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沒有開放的樣子 剛剛我們的房間就在那邊那個角落 這邊是他的門口的樣子 好漂亮喔 那這是我們的房間314 它這個房間這個 也有做一些日式拉門設計的感覺 今天想要跟你們開箱的是 京都的四季酒店 然後 我們這次住的房型啊 聽說是他們最高級的房型 因為他們那時候讓我們check in 等太久 我原本訂的是有花園景的 但是他後來就是補給我們是行政套房 那我原本的房間是花了17萬多日幣 然後我後來上網查一下這間的房價 這間房價是55萬多日幣左右 一個晚上 那我們就發布多數馬上開始 看看這個房間吧 首先門口一進來 是一個玄關 然後這邊就是給你放鞋子 穿鞋子的地方 我忘記說了 我現在身上穿的這個啊 也是他們附的 他們有附這個和服 那這邊全部都是用木頭做的 那玄關這邊就會有這個玄關的開關 如果你不想要被打擾的話 你就可以按這個 那如果想要清理房間的話 你就按這個 然後這個是鎖住的打不開 這個是一個power room 然後這裡 右邊 打開是洗衣機 我猜這個房型應該是 長期住的人會使用的房子 所以還有附一個洗衣機 完全沒有用到 因為我們只住一個晚上 然後這邊還有附一個洗衣鏡給你 上面就是一個洗衣籃 然後再來 走進來 右邊這邊就是一個可以煮飯的區域 有洗手台跟四個瓦斯爐 然後下面這邊 他就有附餐具啊 還有鍋子給你 還蠻豐富的耶 超多的 這個應該是朋友 一群朋友來的時候可以使用 家族旅遊之類的 然後再過來這邊就是一個烤箱 完全也一樣沒有用到 下面這邊 是一個大冰箱 後面那邊還有一個小冰箱 然後烤箱這邊轉過來就是 一個餐桌吃飯的地方 然後上面有這個 Fancy的燈 餐桌的話就可以做四個人 然後昨天他這邊有給葡萄 我有拍起來 我們昨天晚上一定把它吃了一些 而且他這邊還有說 這個房卡是用Bamboo做的 是用竹做的 然後餐廳的話這邊就有很多鏡子 然後這邊都是依舊是打不開的櫃子 然後這邊就是一個小的mini bar 上面有放酒啊 酒杯 還有他們的水 他們有給六瓶水 然後還有熱水器 茶壺 然後還有濾茶的粉 然後咖啡機 然後裡面看一下 裡面還有給一些小酒啊 這些好像都是免費的 除了就是這邊的酒以外 然後下面就是 要付費的飲料 有酒還有一些汽水 然後這邊有牛奶跟果汁 好像是免費的 然後這裡有咖啡膠囊 香糖 這是茶包 這下面還是有很多餐具 這是放冰塊的 然後轉過來這邊就是客廳啊 有點過曝 客廳的話就是有兩個沙發 然後這邊有一個大電視 他們這個房型就是面向他們的日式庭園 但其實我覺得這個設計有一點點就是沒有太大的隱私 是因為這邊完全看得到其他房間 但你一定要把窗簾拉起來才不會看到對方 所以昨天就一直看到說這邊都有人在走 我們覺得他們這個garden還蠻漂亮的 然後後面那座山 我猜如果是秋天來的時候應該會很漂亮 這不是自動的你知道嗎 要自己拉 然後這邊就有一個辦公的地方 然後它這邊有一個iPad 等一下臥室裡面還有一個 我忘了說 我們現在這個是已經住了一個晚上的樣子 所以可能會有一點沒有像原貌 但是因為昨天回來的時候已經是晚上的時候 但是又想要給你們看外面的景 所以想說早上拍好了 然後它這個客廳連接餐廳這邊有一個這個拉門 就可以這樣拉一個一個的 就可以把它這樣關上 全關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臥室啦 臥室的床 這個是我剛剛折過的 然後臥室的床非常的大 這應該是有King超過King size了吧 但昨天這個床啊我自己有睡 我覺得不是我喜歡那種床 它超級超級軟會陷下去的那種 所以我自己沒有覺得到很好躺 有一種起不來的感覺 因為太陷下去了 所以你要起來的時候就很難起來 然後它床頭這邊燈的控制板 還有一個平板 就可以在那邊看任何你想要的一些 Spa啊Dining Hotel Review之類的 這邊有一個床頭燈 然後它這邊有這個秋季的壁畫 兩邊都有 然後這邊還有一台電視 跟一個桌子 外面還有一個陽台 這個是因為它本來就有蓋起來 然後我們把它打開的 那床頭兩邊都有USB孔 它廁所這個門啊 坐的其實也有一點點像日式拉門的設計 然後在這邊這個門 就這樣子 可以拉關起來 那房間看過來這裡呢 就是廁所 廁所這邊也很大 有一個很大的更衣室 還有一個保險箱 那這邊剛剛有放浴衣 但是我們兩個剛剛已經把它穿掉了 這個的話它剛剛也有放 這個是放鞋子的袋子 還有這邊也有那個洗衣服用的袋子 另外一面也是放衣服的地方 然後下面這個是附的拖鞋 我們看一下廁所 兩個洗手台 這樣就非常方便不用搶說 早上兩個人同時要用的時候怎麼辦 那這邊有兩個杯子一個肥皂 然後這邊有放擦手的紙巾 這邊原本還有一個用掉了 然後兩邊這邊都會放浴袍 下面是浴巾 它下面這個設計好像也是設計的很日式 然後現在再來一下浴室 我才發現說這邊居然有個電視欸 昨天在刷牙洗臉的時候才發現 然後它這邊就有遙控器把它打開 它就開了 這個電視在這邊 然後這邊還有放小條的浴巾 然後這裡有一個抽屜 這個是不能打開的 那這個抽屜裡面 有浴帽啊 然後刮胡刀 牙刷牙膏這樣子 還有梳子 然後我在拍的時候我才發現說 他們這邊有附一個這個包欸 就是有口罩 然後也有消毒手的這個噴霧 然後洗手台 對面這邊就是洗澡的地方 我猜是淋浴間 應該是吧 淋浴間 不對 啊 是馬桶 然後看走進來要不要起來 喔 是自動的馬桶 然後也是免制的 這邊也有面板可以給你使用 還有 衛生紙 然後下面有鋪一個腳墊 那我們再走出來這裡 就是 洗澡的地方了吧 左邊這邊就是浴缸 欸 這是什麼 這個有給你刷背的欸 然後這個是柚子湯 還蠻酷的 等一下也泡泡看好了 然後再轉過來這邊就是 淋浴的地方 這邊就是很日式的 還是會給你一個椅子 因為日本人其實好像都習慣坐著洗澡吧 然後就是有附這些洗頭袋啊 洗身體的這樣 上面也是可以淋浴的 對那我介紹完了 這樣子我住下來的話 我自己是覺得沒有到 這麼這麼的值得 我覺得比起之前介紹的那個阿涵湖來講的話 我覺得阿涵湖那間是更值得的 而且還比較便宜 嗯 有直升機在上面飛 京都的四季沒有讓我覺得 很 冰至如歸的感覺 我們在check in的時候 他讓我們等了非常非常久 大概要 快要一個小時 因為我們有點想要利用他們的一些設施啊 比如說 游泳池 或者是溫泉之類的 可是那些設施都是八點就關了 後 他已經讓我們等了一個小時 我們還要吃晚餐 後來我們覺得等太久了之後 才到會台 那邊問說就是為什麼會這麼慢 怎麼還沒有好 然後他們才馬上給我們房間 這就是我覺得這真的是 不要白白在那邊等 你自己要去問一下說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要等那麼久 然後他說喔 就是因為前面還有很多客人 但是 我們再去問的時候 他們跟我們說 雖然前面還有很多客人 但是我們先讓你們進去什麼的 然後說要把我們的房間 upgrade到最好的房間 但是我覺得這也沒有彌補到他們 就是 就是 也不能說服務態度 因為他們服務態度是還蠻好的 對於一個五星級飯店來講 我覺得不應該發生這件事情 就是高級飯店 我自己覺得這樣 這樣子的 就是程序 他們沒有處理好 可能是客人太多 但是他們也 應該要好好的去規劃這個時間 不然就是每一個客人 都要這樣等等等嗎 然後我們等一下要去check out 不知道等一下會不會 也要等很久 我們就 等一下再看一下 哇 他那個燈已經開始在開了 超美的 有人在下面這樣用餐 哇 我的是大騎 有個時間要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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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這等級裡 都會寢查 超美的 正在呢 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